第四段,最後一段,於是蓋述了後堂莊中他的誠衰,然後做了一些簡單的分析和概態,於是這一段就是結論了 於是這一段是他很濃縮的評論,歐陽修在歷史評論上有好幾篇文章 都是極度濃縮地去一句一個推論做他的概述 這篇文章是其中一篇 書揚,書經講過,書其實也是上書,據文也是孔子寫的書 書揚曾經提過這句說話,滿招損,謙受益,滿即是自滿自大 首先是損失,損失就是基本解法,將它概括就是害處 下面是益,上面就是害處,自滿會招離害處 而謙虛呢,謙虛謙信,大家都很熟悉謙信的意思 謙信是會令人受益處的 謙虛就是憂慮,謙虛和勞虎可以振興到國家 日欲可以亡生,日就是安日,欲就是享樂 這個謙虛就是明慈變動詞 即是令到自身敗亡,即使自身敗亡 這個是自然之利也,天道是這樣的 這個引用了書經的句子來確認,以及做一個論證 論證作者的觀點,即是人事的問題 第一段所提及的是人事的問題 然後呢,人事是怎樣呢? 亦都重複多次用一個新的句子 幽虛可以興國,日欲可以亡生 故方其聖也 我們用回濃縮剛才所舉過的例子 做一個論述 故方其聖也 所以當莊宗興成的時候 舉天下之豪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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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天下的豪傑 莫能與之爭 沒有一個天下的豪傑 沒有一個人能夠跟他爭鬥 及其衰也 直到 莊宗 衰敗衰落的時候 數十寧人困之 就只是區區幾十個娛樂界的藝人 去困住 後堂莊宗 而這個後堂莊宗呢 就到什麼結局呢 就是生死 國滅 而為天下笑 就會為天下所恥笑 這個是為什麼什麼 是被動句 被天下所笑 被天下所笑 這是被動句 於是呢 就重複多一次 或者簡單地去濃縮多一次 靈觀和後堂莊宗的故事結論 扶瓦幻常 積於忽眉 而致勇多困於所匿 於是補多一句 這是人事的問題 瓦幻常 積於忽眉 忽眉 就是微小的情況 而致勇多困於所匿 這個匿是沉匿 沉匿或匿外 致勇的人 多數都會被他沉匿匿外的事情 所迷惑著 所陷入困境 而 禍幻常 積於忽眉 這是所謂的積小誠多下 後堂莊宗這種致勇之人 就被靈人所困了 但是歐陽修又補多一句問 難道只是被靈人所困了 才會有什麼 毒 指 啟毒靈人也哉 難道 如果要困的話 致勇所困的話 難道只會困於靈人嗎 不是的 這是一個反問句 不是的 致勇是會被很多事情所困了 只不過 後堂莊宗所困了的是靈人 所以 提醒 讀歷史的人 要去看這張靈觀的時候 不要只把焦點看起靈觀本身的危害 更加要把焦點放在 君主怎樣對待靈人 被靈人所困的這件事 去做一個警戒 這就是這一段 提示 都是這篇文章內容的部分